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me? I don't get along with anybody, honestly I've been living in my own head, constantly Thoughts jumbled around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講一講我自己一個二十幾年前的經驗 親身經驗和分享 剛才講到玩具應該令我們開心 我們目標只是想這樣 那為什麼 或者怎樣可以看到它的價值在哪裡 跟大家分享一個點 其實玩具是死物來的 它是令我們快樂多一些 但它不是快樂的傳源 快樂的傳源其實是在 另外一些在那裡 是什麼呢?其實我的經驗就是 原來在我家人那裡 可能是我太太 可能是當時的女朋友 可能是我的女兒,可能是我家人 我爸爸媽媽 那為什麼呢?或者是周遭的人物 為什麼呢?我試過一次 所以呢,當年應該是 沒錯,是跟我 即是太太 即是當時的太太 就有些少少 即是交了些爭執 那,很不開心 那回到家 對著玩具呢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 一堆爛的膠 其實就是一堆爛的膠 當時我儲私奴大戰 差不多花了當時的幾十萬去買 總之擺到整個房間 一個獨立的房間 睡房都擺滿了 但是呢 我見到那堆 當時我叫那堆東西 我完全沒有感覺 那我就明白到 原來呢 我的開心 並不是源自玩具 我的開心是源自一個 美好的人際關係 或者美好的家庭 或者身邊的朋友 跟著呢 這些東西 令我的生活 再添 再添之彩 即是一個點絕來的 當我人生很開心 這些東西就是一個獎勵 我更加個人 可以實回同年時的 一些缺失 或者買不到 或者可能一些追求 或者一些故事 一些完美的東西 我們可以通過玩具收藏 我們可以滿足到一些東西 或者在那些玩具上的工藝 它們的精細度 滿足到我們 對它一些 對一些欣賞 即是美感上的欣賞 又得到滿足 但是呢 當你心情沒有的時候 那些全部 全部都是 Nothing 這個是很真的 那再一次呢 發覺呢 其實呢 新外物全部都是 不是太大的意義 那我當時 我媽媽過了一輩子 我還有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我人生是怎樣過呢 怎樣才過得開心呢 我發覺呢 原來呢 真的所有新外物都是 不是太大意思的 感爭 最重要是 你在什麼光景裏面 你周遭的環境和人物 你與它發生了什麼 過程和關係 就是 如果你喜樂平安 你自然就開心 就是你吃 好多的東西 又會開心 好貴的東西 都開心 又沒有玩具 cheap的玩具 又開心 好貴的玩具 都開心 重點並不是那些玩具的價值 怎樣買到 多麼難買 或者那件東西 是不是八角角都很完美 重點真的不是那件事 如果真的有 師兄們八角星人 我尊重你的 喜歡的地方 但是呢 我想說其實 八角星也好 超級工藝也好 貴到全世界的第一件 由藝術家 親自幫你畫的 度身訂造的 貌貌公仔也好 其實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我們內心 真是喜樂同歡喜 平安快樂 你那些東西 自然就會為你加添 好好的東西 更加開心 好嗎 今天分享到這裡先 最後來提提大家 喜歡這條片的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 還有這條片 是專門講玩具 一些點滴 還有提提大家 如果幫我改到個名字 我最後也採納了 如果你不嫌棄 不妨我幫你 留個PM 然後我送單塊禮物給你 答謝你 當然 其實名字我都可以想到的 不過我相信通過這件事 改到更貼切的名字 我覺得更正 好了 祝大家收看 我是Brian Nogue 我是ToyCube的Brian Nogue 遲點見 拜拜 我是Mod 在我們身上 我們也很忙碌 我們我們一起獨て 跟著我 我們在一起 我們一起 家將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